换个视角看世界,大家好,我是龙道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在家中养一些植物或者一些花 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些植物它是不适合在家中养的 下面的话我就总结了几种在家中不适合养的植物 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水仙 其实在我的观察当中有不少的家庭都养殖了水仙 但是其实在家中是很不适合来养殖水仙的 因为水仙的花和叶子都是含有水仙碱的 水仙碱它是有毒的,这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如果家中长期养殖水仙的话就很容易给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第二种就是说曼陀罗 曼陀罗的话它主要是颜色很艳丽 能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所以就有不少的人在家中会养殖曼陀罗 但是曼陀罗它全株都是可以入药的 它的花和枝干的话都是有毒的 所以说这种植物它也不适合在家中养殖 如果在家中养殖曼陀罗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情况下 如果小孩不小心误食了曼陀罗的花或者枝叶 那么就容易发生一些危险 第三种就是说夜来香 夜来香的香气的话是很清香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很喜欢它 特别是在夜间夜来香会散发出特殊的一些大量的香气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夜来香的香气 对于一些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人 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睡眠质量 这一类人对于夜来香的香味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胸闷的感觉 甚至出现头晕或者脑中风的情况 所以说在家中种植夜来香也是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 我们在家中养殖盆栽植物的时候 最好要了解它的特性 要了解它对人体有哪些益处 这样再针对实际的情况来养的话 就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如果不了解这些植物的特性 有可能就是好心办了坏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